好 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9月12號 然後中午12點 那我們來聊一下神器吧 因為這一次1.47版 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這個神器可以讓多人使用 唯一一個會有影響的就是號角 就是當你同一個隊伍上 你有兩個人使用這個號角 然後每多用一個人效果就會下降15% 那我們來看直接看這個圖吧 雖然說這個能量效果下降15% 但是他本來就是每秒獲得大概 10幾點嘛 對不對 那下降15% 頂多少個1 2點 我覺得還是很實用 就算下降個4 5點 我都覺得還 沒有什麼差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號角是唯一有增加這個極速的這個效果 那當時就是有玩家實測過 就是那個裝備獲得的極速效果跟號角的極速效果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不大一樣 總之就是號角 裝上極速的這個效果的非常有感 那我在好像一年前的影片吧 我有測過就是 我有測過就是說當光盾啊 光盾他裝上號角的時候 他的那個開場那個就是舉動的動作就會變得比較順喔 但是那是一年前的影片我可能要找一下 就是這個聖光之盾 就是說有的時候就是 光盾可能走到前面去的時候 開場走到前面去他就被打斷動作 那如果說給他裝備號角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就可以這個即時的舉出盾來然後就可以 快速的保護自己並且這個恢復能量然後趕快開大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就是說其實 號角他除了可以增加能量之外呢 他最重要是增加這個極速 極速的這個數值對所有英雄都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這個 你在戰鬥中其實打得越快 然後出手越快基本上就是 越不容易被打斷動作 所以說號角他除了就是獲得能量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這個極速的動作 而且極速他並沒有說會 兩個人同時獲得之後會降低這個效果 因為他只有寫 這個這個神器的效果他寫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你一場戰鬥中你五個人都拿號角的話 效果可能會下降60%或75% 但是這應該是在 每秒獲得能量的這個這個這個方面 但是你本身獲得這個屬性應該是不會影響的 所以我覺得極速還是非常的有用 所以我覺得最好用的是號角 然後再來就是Moto Hayaku那個神王之眼 那神王之眼的話就是你只要出現暴擊他就會出現加速 那有人說就是光弓要用神聖之刃 那我自己推圖會覺得是 當光弓拿神聖之刃的時候 他的那個節奏跟那個流暢度我就會有差 那如果說你欠攻擊的話你當然選神聖之刃 但是像我骨弓 骨弓就是比較不是需要他的傷害量 骨弓是希望他不斷的攻擊然後 去疊加那個惡靈的塑料以及說不斷的去 讓他去恐嚇恐嚇敵人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像是骨弓啊像是光弓啊 其實每一個 每一個只要是攻擊手的角色 使用神王之眼我覺得都非常有效 譬如說納可露露 我們看納可露露 還有色恩也是 所以說色恩是滿冷門的角色 我們先看納可露露好了 像納可露露啊納可露露我們看一下他的那個專屬裝備 他的專屬裝備是普通攻擊爆擊的時候可以擊飛敵人然後 讓敵人暈眩然後加30的話會暈眩時間到3秒 然後攻擊普通攻擊頻率上升 那基本上就是納可露露他越攻擊然後 怎麼講就是不斷的爆擊然後敵人就會被打到 打飛嘛對不對所以他如果一直爆擊的話那個人可能會被 納可露露控到死 納可露露如果在穿上這個加暴擊的神王之眼然後不斷的普通攻擊的話 那就是對戰的那個角色來說就是非常的實用 那另外像是骨弓啊 其實攻速變快就是整體的速度變快 技能施放速度也會變快 所以像是骨弓我們主要就是希望說他不斷的就是射出這個詛咒之劍 然後不斷的這個恐嚇一次恐嚇到三名敵人 那這樣子對整個控場來說就會非常有效 那另外啊 打得快也代表說你回復的能量就會變快 因為普通攻擊也會累積一些能量 所以神王之眼基本上我覺得就是 攻守如果說不知道要給什麼東西的話就用神王之眼吧 那神聲之刃的話是攻擊力提升最高的 因為那個 他本身拿到神聲之刃他就會增加這個攻擊的百分比 然後另外他每三秒都會提升這個攻擊力跟命中 那五星的話是每三秒提升1.5%的攻擊力 那對於說像是這個什麼女僕啊索羅斯啊 就還蠻不錯的 女僕用神王之眼也很難打 那女僕的話我們來簡單看看看看兩個數字就好 這個專屬裝備 當自己跟隨在隊友身邊的時候隊友會提升攻擊和防禦力 提升的數值為女僕的這個對應屬性的8% 所以女僕的攻擊力越高 女僕跟著那個角色他獲得的攻擊力就越高 所以說我們用神王之刃 把這個攻擊力撐上去 那女僕跟著那個角色也會跟著多獲得一些攻擊力 這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索羅斯 索羅斯的這個靈貫美學 他就是可以讓所有有方LV2 獲得屬性提升 那這個屬性提升就是索羅斯通過該技能提升的屬性 那基本上就是索羅斯他用這一招他就是提升自己的攻擊力跟防禦力 所以說他本身的那個基礎攻擊力越高 這個友方獲得這些屬性也會更高 所以說這個神聖之刃 也蠻喜歡給鳳凰了 因為鳳凰基本上他就是會打 打到就是全隊死光光為止 還不斷的復活 所以說鳳凰復活又可以 他的專武就是說鳳凰每次復活都可以獲得這個攻擊力跟防禦力的提升 那如果再加上這個神聖之刃的話那個效果應該會更好 然後另外就是綜合生命跟防禦力加最多的就是這個聖杯 然後聖杯除了這個生命跟防禦力都有之外 非常適合就是皮薄血少的角色又或是站在前排的坦克 然後開場N秒內緩緩回血 等同一個專屬技這什麼意思呢 開場慢慢回血啊其實基本上這是一個非常強勢的技能 開場慢慢回血而且他回的是最大的生命百分比喔 我們隨便看一下這個聖杯的說明 聖杯的說明 這個我們先不看五星好了 因為五星比較難像我的這個主號也才開始陸陸續續有幾個 神器五星不過我的主號 有課金然後 也玩了一年多其實現在才開始五星 所以說五星來講對一般玩家說可能比較慢 應該大部分玩家都是卡在四星啦 好我們看一下 45秒內每秒恢復生命值上限的1%生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希瑞絲 比較沒有什麼人用的希瑞絲 我們直接看圖鑑好了 希瑞絲 希瑞絲的專屬的那個加持啊 自己在後續的40秒內每秒恢復2%的最大生命值 所以說開場慢慢回血啊 你裝備的這個聖杯啊 就有點像是你開除了一個專屬的技能 開場慢慢回血 我覺得 對生存能力來說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另外岔提一下剛剛那個 神王之眼剛剛有提到色恩 結果一下就忘記了 果然是容易被忽略的角色 色恩啊 他的這個暴擊率 對色恩來說非常重要 那因為說他只要每次暴擊 他就可以恢復這個已經損失的能力 那個生命值並且會恢復能量 所以像色恩就很吃暴擊率 其實很多角色都是暴擊率 神王之眼基本上是 攻擊角色裝備神王之眼 大概都不會錯到哪邊去 所以說聖杯是綜合生命跟防禦加最多的 然後防禦加最多就是這個聖靈披風 單單就是防禦 但是他是適合給這個自我回血 或是吸血角色用 自我回血像是伊索爾德 戴萌偷血或是身上的那個裝武有吸血的角色 那吸血的角色你穿這個聖靈披風他也會吸的比較多 因為他是說 這個生命回復效果 生命回復效果 等一下 我們來切一下 我們切這個 這個我的那個主號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伊索爾德 超上超聖上限速 8秒內每秒恢復16%以損失的生命值 像這樣子的效果如果再加上聖靈披風 16%再加上 這個這個多出來的那個聖靈披風的這個這個效果 當然有很多角色可以回血 譬如說這個我方不強可是對面很猛的這個大樹 大樹的這個特色就是每秒會慢慢的回血 所以說損越多血他回越多 因此打大樹的話只要傷害力不夠的話絕對會被大樹奶到一個爆炸 那可是呢 伊索爾德跟戴蒙我覺得有些特例 因為伊索爾德的話 我還是覺得給他號角比較好 他不斷的開大就是跟戰神一樣 所以伊索爾德聖靈披風也可以號角也可以 那在現在就是1.47版 可以多裝備號角 我覺得戴蒙跟伊索爾德還是裝備號角比較好 我們看戴蒙的大招 因為戴蒙雖然會偷人家血 譬如說這個靈魂戒取嗎 還是這一個 每9秒鐘會將這個什麼前9秒造成的傷害轉化為戴蒙的生命值 這個偷血會影響到這個聖靈披風會增加這個偷血量 但是我覺得戴蒙更重要 戴蒙跟伊索爾德更重要的都是開大 譬如說戴蒙開大 他會獲得這個護盾 護盾存在期間有軍受到的傷害都讓自身體 承受那當然他一定是承受不了 但是最後面這一段話 不會致死 所以說戴蒙一直開大的話 他等同於像那個國王反傷一樣 他雖然說他不是 把吸收的傷害打出去 但是他受到這麼大的傷害量 他在這段時間他不會死掉 所以說他就可以幫隊友就是承受很大的這個這個傷害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戴蒙的這個優勢也是在不斷的開大 那伊索爾德當然更不用講了 就是他開大期間 他的那個專武效果就會發揮作用 化學風暴技能期間免控 然後有人死掉之後受到這個傷害減少 那這個他的大招 化學風暴 這一招 持續18秒的時間後所以他開大就會有18秒的時間就是免控啊 然後怎樣然後再加上這個 加劇的效果就會變成一個真戰神的一個存在 那剛剛提到聖靈披風 那現在這個是這是我的主號 那我們來看我們來測一個就是 一個我最我最喜歡也是最 最最這個遺憾的角色 這個可愛所思 那可愛所思我現在都沒有給 都沒有給他裝備那個任何的裝備神器沒有 然後我們來隨便測試一個 他的吸血可不可以受到這個聖靈披風影響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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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以前好像有做過 但是這一次在講神器我們就一起來做一做吧 我們就注意看可愛所思打這個惡魔精英的那個傷害量跟吸血量 照理講說應該是不會變因為我們等下穿上聖靈披風之後他增加了只有防禦力 所以說打出的傷害量是不變的 好我們把速度調慢一點現在是0.5倍 好注意喔418k我們打敵人418k我方回復222k再看一次 418k回復222k 再看第三次 418k回復222k沒有暴擊 好然後我們來穿上這個聖靈披風 好艾亞的聖靈披風穿上去增加的只有這個防禦力而已 那受到的生命回復效果提升到加15% 好我們再回去 要測試一樣的角色一樣的敵人然後 這個裝備都沒有變這樣子才能測 開打 418k255k有沒有 418k255k 418k255k好再看第三次 OK好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對於這個吸血的效果也是會有影響的 好那聖靈披風講完我們再看這個吧 唯一加閃避的神器復甦之友 這個屬性就是閃避加生命然後五星開大有免控三秒 就是說護盾存在期間我們來看一下說明喔 但是我現在我的這個復甦之友我也還沒五星喔 復甦之友 他說你開大的時候你會獲得一個護盾然後護盾的 五星的話護盾可以底下傷害量就更加提升嘛 然後還有提供3秒的這個免控的這個效果 我覺得這個免控效果應該算是很不錯啦但是 需要測試 只要是免控都很不錯 免控除了就是 3秒鐘的免控之外我覺得他也會當下幫你解除一些 負面狀態 譬如說你那時候在控制 你被控制的時候你其實開大 你就開不了大 那可能是一些 不知道說像是那種 被吸血啊還是說什麼一些debuff的效果 不知道在這個開大是不是可以解除 他只有說免控可能不是消除負面效果 所以說這可能還需要再測試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在推圖的時候每次啊有遊俠或者法師啊 開場就一直死掉的時候就想要穿這個復甦之外來賭一賭 賭那個能不能夠拼命的閃避 所以復甦之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最後一個就是有點尷尬的威夷之界喔 威夷之界就是屬性就是暴擊率跟命中 然後附近沒有敵方的話就是攻擊力會增加7%這樣子 那衝擊一波的話呢我們來看看測試喔 其實威夷之界之前都是在這個你那個神王之眼跟神聖之刃穿完之後你才會考慮到威夷之界 那我們來測試 測試光盾好了 那我現在光盾我就給他裝備威夷之界然後這個是五星的威夷之界所以正好可以測試 每隔15秒會釋放衝擊波擊退附近的敵人 我們來看看這個衝擊波的效果如何喔 一樣是這個雪仇邊賽 我覺得這個惡魔精英啊不會開場給你 給你怎麼講亂加負面狀態然後或是給你控場所以說這一關我還蠻喜歡拿來做測試的 那我們後面上一個小羊補血好了以防這光盾掛掉應該是不會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15秒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加快一下速度 快15秒囉 帥啊有沒有敵人忽然後退了一下 有看到嗎地上有 有一團白白的氣 再注意看喔等到1分鐘 好還剩3秒鐘 0201 一團氣跑出來就這個樣子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 再看一次 我們等到1分15秒 18 17 16 15跑出一團氣 再來 4 3 2 1 一團氣跑出來 這邊 那並不能打斷敵人的動作但是 可是不能說完全沒有用 那只能說剛剛好在那個時間點如果說敵人正要 正要攻擊或是說正要進戰要揮下去的時候 他可能可以打斷後打斷當下的那個一下的攻擊 我覺得就打斷那個當下的一下的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一下的進戰攻擊 那也可以看到那個衝擊波非常的 非常的不大 然後非常的不大 就是距離也是短短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並沒有說影響非常大 這個衝擊波我會覺得蠻像這個生命之術 生命之術坦克的這一個 是這個吧 鬥氣衝擊 但是這個鬥氣衝擊他會讓敵人受到這個最大生命值的減傷 傷害然後還有這個減速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招衝擊波 可能就是可以可以閃掉那個進戰的那個關鍵一下 但是我覺得 不是很好期待 所以說這個五星的效果我也覺得不是很好期待 跟其他比起來來說我覺得 衝擊波我覺得我覺得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這個簡單來這個講一下就是有關於神器的說明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號角跟神王之眼神聖之刃這應該是最常用的 那防禦的話應該就還是聖杯吧 那聖靈披風的話就是如果說自我自己會回血的話 這些角色的話就可以使用聖靈披風 但是衣索爾德跟戴萌我還是覺得裝備號角比較好 然後位移之戒的話應該是放在最後的考慮 那另外啊這個 這個一般 一般差不多這個 進到我覺得進到30張左右 大概所有的這個神器都已經4星了 那4星的話在這個1.47版的話就可以讓6個人裝備 我們看一下 隨便挑一件神器 神器強化 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 三星應該就是4個英雄 然後4星4星是6個英雄裝 然後5星是8個英雄 所以說6個英雄裝的話在推 兩關三關的話 其實一場戰鬥你都可以讓兩個角色裝備一樣的神器 所以我覺得 等到1.47版其實像現在這個正式服啊 我推圖我其實我現在我也沒有在推了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等到1.47版這個神器可以多人裝的時候再推 應該會更好推喔尤其是這個神 尤其是這一個號角這個神器 因為我以前用國王反傷啊我習慣 就是讓國王穿上號角的這樣子國王開大就會比較好賭 可是給國王穿上號角之外 之後的像是羅萬啊 別的隊的羅萬 又或者是綠玉隊的蝴蝶 就沒有辦法裝裝備號角 那現在他那個什麼 四星至少可以讓6個角色裝備這個號角的話 我覺得在一次要推四關五關的這個狀況下 就會來的更加的好 好運用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